歐陽妮妮 為什麼突然安靜下來了 她是娜娜 歐陽娜娜 娜娜 妳剛剛不是話很多嗎 等一下 妳怎麼突然擺出 這個老百姓的樣子 突然害羞了嗎 她們今天好漂亮喔 傅娜 她們的衣服都是妳選的 大部分都是 今天是以漏背為主題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可愛啊 可是今天出門爸爸還抱怨了 爸爸就說 妳幹嘛給他們穿這樣啊 為什麼不穿我買回來的衣服 妳看 她有肚子 可是我跟妳講 她們兩個如果是跟我 就是我如果是她們的年紀 跟她們同班的話 就是班上那種我會很羨慕的 長得又美 然後家世背景又好 然後鉛筆盒都是那種你知道 隨便按一個那種什麼 東西就會 對不對 你們這鉛筆盒是不是很多按鈕 都會飛起來... 現在沒有小孩在比鉛筆盒 她們可能在比手機吧 妳們有手機嗎 我有 妳有 妳要打給誰 那場打給妳是誰 大咕咕 大咕咕 大咕咕啦 大咕咕 妳們講的大咕咕是歐陽菲菲嗎 因為她故愛講電話 因為在日本太行了吧 她的習慣 她每天從早到晚就是... 不是... 她腳起來之後就會打電話來 然後她就要了解每一個人的行蹤 那她從她出生的第一天開始 就每天打電話給她 出生喔 寶寶喔 她就可以唱歌給寶寶聽喔 然後每天就跟她講很多的事情 那事實上寶寶都不懂啊 只要她挨一聲她就覺得說 妳看 她跟我講話 原來菲菲姐是這種型的大人喔 對 然後一直到現在 後來到她現在也是一樣 她就每天都打電話 我真的很難想 妳如果有個姑姑 長得像歐陽菲菲 妳會作何感想 妳小時候回想到一個黑眼圈 然後頭髮這麼大的 不會啊 像她在看咒院第一集的時候 我都覺得菲菲姐有客串 什麼東西 每一個都跟妳講過 那個日本改變咒院 我跟你講 像她自己喔 她如果把她的頭髮放下 她就跟你講說姑姑... 她是一個大膨髮是不是 所以她們是不是家族遺傳 有自然卷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耶 但是好像她的頭髮 那是她的... 妳要幹什麼 展示妳的頭髮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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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因為小孩真的好另類喔 我其實也不知道 她為什麼要突然這樣 她應該是要展示她的露背妝吧 不是 她是雙子座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她出奇不疑 可是我們講話講太久 沒有關注到她 是不是 我們沒有不關注妳 我很關注妳耶 我們都在聊妳耶 真的 今天這目光的焦點 除了妳媽媽肚子裡 還有一個之外 我覺得傅娟姐真的很幸運耶 在生孩子最方面 妳又要生第三個了 對 我告訴妳 而且生第三個的時候 我心裡還有想到西蒂 真的 真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 生男生女生的時候 我第一個生想到靈良 因為我從小就看那個小太陽 那個子靈 而且那本是小太陽 那她書裡面就有三個女兒 叫茵茵 琪琪 瑋瑋 我那時候想說 我會不會又生了一個 茵茵 琪琪 瑋瑋吧 然後之後我就想說 也不錯嘛 如果說老三像那個小S那樣子 我也滿心滿意足的 那 我也有影響到你們家族嗎 有影響到我的第三個這個姓像 妳就是三女兒當中這種 給媽媽鼓勵的老三 對 因為我媽會叫我西蒂 是因為她希望我是一個男的 結果我們家現在這個名字 也跟蒂有關 結果叫什麼 我們叫歐陽弟弟 就是跟我同一個弟嗎 對 因為 但這個名字並不是我取的 是兩個姑姑在日本 然後每天就會打電話來說 我告訴妳喔 今天又取了什麼...名字 他們每天都取了一堆名字 而且男生女生都取 那弟弟是其中的一個名字 那後來我那時候 知道他是女生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想說弟弟...不錯 我還真的打電話給算命老師 一個是妹妹 一個是弟弟 其中選一個 後來老師說弟弟比較好 我會想說 弟弟學姓弟的弟 其實也滿好的 如果像小孩子這麼可愛 我覺得...我覺得我也願意 而且長大搞不好會變搖錢樹 我想我不僅一個吧 不僅一個搖錢樹